一个女人在荒岛上生存了15年 每日靠捡垃圾吃海鲜度日 直到有一天发现一台没见过的机器 在眼前盘旋 15-5年前 小女孩沐河为了逃离家暴父亲 从甲板一跃而下 至此沦落天涯人 沐河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 作为沐河的好友记号 将沐河唱歌的片段剪辑成片子 发给了沐河的偶像 偶像听完沐河的嗓音 仿佛如获至宝 当晚 沐河的吉他被酒鬼父亲发现 父亲砸碎了沐河的梦想 沐河本想报警 可换来的却是更残酷的殴打 第二天 沐河还是报了警 然而警察只是对父亲进行了批评教语 并且还说沐河有中二病 妄想成为明星 因为沐河没有来上学 机号来到沐河这里想要一探究竟 结果来到门前 却不敢往前走一步 因为那名说沐河有中二病的警察 正是机号的父亲 机号与沐河一样 同样遭受着家暴 身上到处都是伤 就因为机号存钱 机号父亲便以为他要去找远方的妈妈 于是便对他不停地殴打谩骂 一段时间后 机号接到了沐河偶像助理的电话 助理希望沐河可以来首尔 而沐河听后却婉言拒绝 沐河心里清楚 像他这样的小孩子 根本无法独自一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况且就算去了首尔 他也没有信心 看着悲痛拒绝的沐河 机号暗自下定了决心 无论多晚都可以来我家找我 我会带着你一同前往寻找梦想的道路 也就是机号说完这句话的当晚 沐河再次遭遇家暴 按照机号给的地址 沐河敲响了窗户 机号二话没说 直接就给偶像的助理打去了电话 声称他们即将要前往首尔 助理给了机号一个地址 双方约定好了日期见面 沐河的父亲来到沐河房间 敲了几下无人回应后便闯进去 这时他才发现 女儿早就跳窗跑了 天亮后 沐河与机号上了船 这时机号突然告诉沐河 接下来的路他要自己走 在告诉完沐河具体约定好的时间地点后 便走下了船 见到沐河的父亲追来 机号拼命阻拦 可小孩子又怎会是大人的对手 最后机号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沐河看着机号留给自己的东西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沐河父亲赶来 透过窗户看到了他 而沐河也没想到父亲会找到这里 一瞬间 沐河拼命地逃跑 一直追到甲板 为了摆脱家暴父亲 沐河想都没想 一头跳入大海 醒来的机号得知沐河跳入大海 瞬间懊悔不已 要不是自己出的主意 也不会导致沐河死亡 机号不知道沐河没有死 而是有幸来到了一座荒岛 慢慢地 这座岛屿成为沐河的新架 再也不用担心家暴的父亲 吃饭就靠捡各种食物 捕捉各种海鲜 渴了就喝雨水 沐河每天都会在石头上刻下印记 记录着自己来这里的时间 并且在岸边摆上求救信号 来到荒岛已经15年 这天沐河潜入海中密室 刚上岸就看到一架无人机盘旋在自己眼前 人用无人机捡垃圾 却意外发现一名被困在荒岛15年的女人 沐河没有见过这东西 于是将它拍到地上 拿在手中不停地摆弄研究 这时放无人机的男人江玉学走来 15年了 沐河第一次见到除自己以外的人 他知道自己活救了 这一刻沐河心情难以言表 虽然沐河表面上已经31岁 可心智却停在了16岁 来到大城市 沐河见什么都新鲜 不停地摆弄水龙头 玩香噪 种种举动都证明了他的童心 虽然收拾了一番 但沐河仍像个乞丐 身上的鞋子更是破烂不堪 可他却不舍得扔 因为这双鞋是小时候的玩伴机号送他的 时隔15年 玉学带着沐河返回家乡 这里一切显得陌生又熟悉 来到自家曾经开的餐馆 这里已经被邻居霸占 邻居见到沐河很高兴 可想到他也许是来抢夺餐馆后 于是又将他赶出 还好玉学出面 同时沐河也说出了这次回来的目的 沐河想要知道机号的下落 自从当年沐河失踪 机号便紧跟其后 他将家暴的父亲举报后 也失踪了 故乡没了亲人 沐河决定跟着玉学一同回首尔 玉学开始不同意 直到听见沐河说出新声 这才改变了主意 玉学将弟弟打算住的房屋 腾出来让给了沐河 沐河与他分享了有关 他与机号的故事 还说玉学长得很像机号 这句话让玉学内心咯噔一下 因为玉学越听越感觉不对 沐河口中的机号 玉学感觉简直就是自己 来到弟弟保洁面前 玉学想知道自己是否失忆过 即使弟弟再怎么否认 玉学都觉得不对 沐河曾经的偶像叫尹烂周 曾经的他也许辉煌 但如今也只是一名过气了的明星 只能靠接一些小演出维持升级 这天沐河突然得知偶像的 下一站演出地点 于是拜托玉学开车送他过去 沐河在网上得知了偶像已经过气 所以准备了很多气球 发放给了周边的老人 希望他们可以为尹烂周打气加油 到了晚上 尹烂周即将出场时 经纪人突然说他的嗓子不舒服 需要一名在幕后替他唱歌的人 不远处的沐河听见 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躲在幕后的沐河终于见到了偶像 无法掩盖激动的心情 而尹烂周走上台 再见到这么多人为自己那海事 仿佛回到了曾经 随着伴奏开始 沐河开口了 沐河的嗓音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现场发出了雷鸣般的呐喊 尹烂周无法控制情绪 走到沐河面前 狠狠抱住了他 而不远处的玉学 则是默默在台下看着这一幕 先前在与弟弟沟通时 弟弟虽然一直否认他是基号 但他却清楚 他就是基号 在与沐河返乡时 玉学在基号的老家发现了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上面的话 正是基号母亲写的 而玉学的母亲 也时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 所以玉学很确定 他就是沐河要找的基号 即使15年未见尹兰州依然记得他 他有些心疼沐河的遭遇 沐河也为他的境遇感到了不平 两人互相鼓励打气 在沐河的目送中 尹兰州被经纪人带走 不成想没过多久 偶像尹兰州又被经纪人送了回来 还想请沐河两人送自己回一趟首尔 原来他的咖位 已经没有自己的专属用车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尹兰州竟然带着所有家当 来到沐河赞助的家中 其实就在白天 他刚刚被自己的房东扫地出门 此时他好像忘记了之前的落魄 在沐河狂热吹捧下 开始炫耀起自己曾经辉煌的战绩 并询问沐河想不想看一下曾经的表演 结果当按下音乐播放剑后 两人竟然一起跳起了十多年前经典的热舞 就在这时 房间的主人宝洁突然出现 玉雪本来有些担心 让沐河住在他的房间会让弟弟生气 没成想宝洁看到沐河后却深吸一口气 没有在意一旁的大明星 反而向沐河介绍起自己的身份 沐河当然也没有忘记给自己买球鞋的宝洁 这时尹兰州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还说他很面书两人是不是曾经见过面 宝洁眼神有些闪躲 找个借口就离开了此地 剩下沐河两人后 他开始讲述自己曾经在无人岛的过去 在岛上的第六年 他突然失去了生的希望 在这里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于是才有了跳下悬崖的过去 他告诉尹兰州当时是一个冰桶拯救了自己 尹兰州好奇里面有什么东西 其实里面只有一袋方便面和一瓶矿泉水 但是这袋方便面却是他时隔六年后再次吃的 也就是这次经历 让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希望 那么就是等待下一个冰桶 最后让他等到了那家无人机和玉学宝洁两人 这一番话让尹兰州想起了自己 他告诉了沐河 自己因为生代节节无法继续现场演唱 所以失去了一切 就当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时 沐河走进了他的世界 听到这话的沐河心疼地看向他 尹兰州希望自己也能等待属于自己的冰桶 沐河让他不要放弃一定回来 也许话题有些沉重 尹兰州提出喝点酒缓解下气氛 这酒消愁的两人都有些喝大了 尹兰州给娱乐公司老板通话时 让对方明天准备面试一下沐河 结果第二天醒来时才知道自己惹事了 此时他的咖位已经要求不了什么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打给了曾经的经纪人 也就是现在的老板 低声下气了许久 对方才同意只给沐河15分钟的时间 然而这一幕却给躲在一旁的沐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曾经喜欢尹兰州 是因为觉得他没有担心的事和烦恼 但此时看来自己的偶像好像有些可怜 他不知道这15年来 偶像尹兰州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人说比起当不切实际的歌手 让沐河当经纪人也许更合适 真实的话语也许更加伤人 在无人岛丢失15年时光的他 再次有了窒息感 不过这一刻沐河也敏感地察觉到 男人对偶像尹兰州的恶意 与此同时 电视台找到了尹兰州的经纪人 让他来参加一档王牌节目 但是这位年轻经纪人想都没想 就找了一个理由拒绝了此事 原来这一切都是公司老板的指令 男人让他再坚持六个月就好 沐河突然想起了昨晚两人喝酒的回忆 他记得尹兰州说 只要自己的专辑总销量达到2000万 那么RJ娱乐一半的股份就归他所有 想到这的沐河马上就猜到了 娱乐公司老板的怒动 不停打压尹兰州 也许就是不想让他拿到股票 于是想明白后 他再次走进办公室 答应可以成为尹兰州的经纪人 等公司老板许俊走后 他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李许俊怕他 才不停地对他辟友 不信他可以确定一下事实 等走出娱乐公司后 他立即让等在门外的兄弟两人和自己回家 准备计算一下尹兰州这些年的专辑销量 与此同时 尹兰州在公司思考了许久 才终于有些明白了刚刚沐河和他说的意思 于是他来到公司的股东大会 说出了他曾经和李许俊关于17兆亿的对赌合同 沐河已经算出 现在只要再卖8万张专辑 就能拿下娱乐公司一半的股份 尹兰州也向李许俊说出了此事 但是对方却不慌 说到现在还有6个月的期限 这10年他也只卖了2万张专辑 这番话显然暴露出李许俊的狼子野心 当他还想安抚一番尹兰州时 却被对方一把摘下了眼睛 等来到了夜晚 已经决定当尹兰州经纪人的幕盒 递给他一张名片 就在不久前 宝杰向他曝光出自己是电视台综艺部门制作人的消息 正好之前他就想要邀请尹兰州参加节目 当尹兰州知道楼上的邻居是个制作人时 也非常惊讶 幕盒想帮助他修复一下自己的嗓子 但是尹兰州却主动让他来去唱歌 去唱名字叫做《那一夜的一首歌》 还询问他难道不想见到基浩吗 原来这首歌的歌词 曾经是基浩跟他说过的一些话 15年前基浩曾经找到过他 递出了幕盒的照片 请求他记住幕盒的名字 然后帮一帮他 给他一个机会 然后再拥抱他一下 所以才有了之前 尹兰州拥抱幕盒的一幕 后来尹兰州把此事写成了一首歌 希望幕盒听到可以找过来 但是他却没有来 听到这话的幕盒难过极了 他在天台上弹唱起了这首歌 也回想起两人年少的一幕 此时在唱出这些歌词 才明白自己身在其中 玉学听到歌声看向了天台 等他走上来时 却发现弟弟宝洁先来一本 当年幕盒失踪后 机浩重新走了一遍两人走过的足迹 当年他在站台上等待着幕盒的出现 就像现在幕盒等待他的出现一样 为了弥补这些年失去的时光 幕盒在工作中非常的认真 还在理发店找到了一份兼职 这天玉学找到他并递出了一份优盘 里面是尹兰州在2008年演唱的现场视频 原来尹兰州要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于过去的自己进行对战 恰好这就是幕盒需要的资料 然而看到尹兰州的最新行程 他的公司老板却有些不高兴了 两人之间有一份对赌协议 如果尹兰州的专辑销量达到2000万 那么他现在经营价值7兆亿的娱乐公司 要分成一半给尹兰州 现在看到对方有翻火的风险 过去辉煌的视频之中 期间幕盒还不忘夸赞自己的偶像 即使现在的素颜也是美呆了 没想到对方却告诉他 自己做了半永久才保持了现在的状态 幕盒一脸的问号 还没等他有所反应尹兰州便问道 这次参加节目的制作人是谁 幕盒告诉他是一位叫做红什么的制作人 听到这个名字的尹兰州深吸了一口气 原来红什么是他曾经最大的黑粉头子 两人都互相厌恶至极 尹兰州曾经为电视台提出了非常有用的意见 却被对方认为是耍大牌 而这时成为制作人的红什么 却接到了尹兰州老板的电话 很快幕盒两人就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尹兰州竟然和自己黑粉头子来了个巧 见到这一幕的幕盒多少有些傻眼 就在这时身后竟然出现了应援的声音 前任经纪人竟然带来了奶茶犒劳工作人员 两人走进询问后才了解到 这是公司老板续俊的准备 尹兰州询问幕盒这是不是收买自己的招数 幕盒却告诉他想用临时收买 这种招数实在太弱了 然而下一秒 又一位大牌出现 旭俊竟然为他找来了顶流的装造设计师 这一刻的尹兰州多少有些动摇了 他拿出一颗巧克力高兴地吃了起来 还好还是幕盒的眼睛血亮 不忘提醒他 旭俊代表现在的动作都是糖衣炮弹 让他不能被对方所诱惑 好像想起了什么 他放下了手中的巧克力 这次参加的综艺节目 依然是幕盒代替尹兰州在幕后唱歌 但是节目组却不知道此事 所以幕盒偷偷地拿走了一个麦克风准备一回使用 没想到却被前经纪人发现 对方好像有所准备 递给幕盒一张自己的名片 让他留下自己的电话 却不许备注上自己的名字 说到是为了防止被记者和粉丝发现 接下来还询问这一次是不是还由他来代唱 幕盒没有承认 就在对方想要继续追问时 江宝洁突然出现让他快些准备一下 原来宝洁这次出现并不是巧合 他早就发现了尹兰州的一样 再联想到玉学曾经说过幕盒唱歌很好的事情 立即猜到之前的唱歌舞台是由幕盒代唱 这一次的唱歌综艺演出 选择的歌曲正好是尹兰州为幕盒所写的歌曲 于是在幕盒深情的演唱下 这期节目得到了巨大的成功 尹兰州在舞台上说出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他想在电视机前帮助幕盒找到记号 猜到他想要说些什么的江宝洁有些不淡定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一直寻找记号的父亲 看着电视上的综艺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 已经发现幕盒代唱的江宝洁找到了他 让他转告尹兰州按照剧本进行下去 感到抱歉的幕盒点头答应 随后宝洁竟然询问幕盒 为什么那么想找到那位朋友 已经过了15年 也许对方已经发生了改变变成了坏人 但是听到此话后却引起幕盒的不满 他告诉宝洁 对于记号他很熟悉 如果不了解对方的话 请不要说这种话 这次综艺节目的效果出乎预料的好 成为本周的收视冠军 新闻上更是报道歌坛女王回归的消息 感受过人生大起大落的影蓝珠有些白胆交集 幕盒安慰他 此时的战争才正式开始 他们要尽快突破2000万的专辑销售 将玉学告诉幕盒这期收视率超高 不要太骄傲 就在这时他收到一份外卖送来的鲜花 但是看到上面写的卡片后 玉学的脸色却有些不自然 文字上写着 让他转告幕盒 今晚8点 我会在那个地方等待他 落款是郑基浩 听到这话的幕盒 立即拿起书包和那双破旧的篮球鞋便跑了出去 他来到电视台找到了江玉学 看到上面的文字 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竟然开心地哭了出来 有些失落的玉学找到了地理 他说到自己的确不是郑基浩 今天真正的郑基浩寄给了一束花给徐幕盒 听到此话的宝洁愣神片刻后 立刻起身追了出去 与此同时 尹兰周竟然来到公司代表叙剧的家中 并且知道他家的密码 从中可以看出两人之前的关系 并不像单纯的上下级 另一边正在工作的江玉学 突然听到从脑海中传来的声音 有人叫郑基浩的名字 最后更是出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 他有些不明白这个男人是谁 但是想起之前送花的男人好像就是他 他明白了木盒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所以立即焦急地追了出去 而尹兰周这边 其实他还对旭俊抱有希望 他以为对方之前安排的送奶茶等行动是一种示好 即使怀疑另有目的 他还抱有一线希望 但是下一秒旭俊却亲自摧毁了他的幻想 其实当年他放弃巨额签约金和名不经传的旭俊签约 有可能就是喜欢他 但此旭俊不仅拒绝了他 还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真相 他已经安排人将所有专题进行回收 所以尹兰周的销量根本不可能达到2000万张 这一刻的尹兰周也终于认清了现实 此刻站在火车站的幕盒 正在一脸期待等待着机号的到来 无意间的一瞥让他看到角落里的机号吧 等机号吧渐渐地向他走近 他才认清了来人 内心的恐惧让他转身就跑 去因为路面太滑而摔倒在地 就当机号吧要追上前时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带走了幕盒 两人躲在地铁站的一个角落 等甩开机号吧后 幕盒有些患得患失地询问他是不是机号 见此男人转过身来 脱下衣帽后竟然露出弟弟宝洁的面孔 幕盒看到宝洁的出现有些惊讶 不过还没等他多想 就被宝洁一顿训斥 责怪他难道听到机号的名字就可以这样被骗出来了 宝洁犹豫片刻还是否认了此事 看着有些失落的幕盒 他马上安慰道 既然机号父亲花费这么多的精力追到这里 那就说明机号还没有被找到 也许也过得很好 在回去的路上幕盒接到了玉学的电话 原来此时玉学已经赶到了现场 他担心幕盒的安危 没想到却看到了之前失去记忆中出现的男人 通话中才了解到 对方竟然就是正机号的爸爸 他有些惊讶 为了寻找自己失去的记忆 他一路开车跟随来到对方的住处 站在楼下看着闪烁的灯光 他脑海中浮现了一些破碎的记忆 这一刻他认定自己就是机号 于是回到家他没有上楼 而是打给了也没有休息的幕盒 向他道歉自己今天的鲁莽 幕盒却没有责怪他的分号 反而庆幸机号没有被他的父亲找到 听到此话的玉学有些难过 他问幕盒 当年如果不是机号 他就不会落入无人岛 也许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大明星 幕盒走下来再次强调 当年机号只是帮助自己下决定吧 不成想上前却看到哭泣的玉学 此情此景看得幕盒有些慌张 询问他为何哭了 玉学没有多说 却把头埋在幕盒的肩膀 这一天对他来说有些冲击 对幕盒又何尝不是 回到家玉学和弟弟商量 要不要举报正机号的爸爸 但是弟弟却条件反射 一般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并提出只要两人一起守护幕盒就够了 这一晚三人都得怀心思 第二天上班的幕盒 终于拿到了自己的驾照 正当他炫耀自己的驾驶天赋时 身后传来的东西掉落的声响 走上前进行帮忙时才了解到 这些掉落在地的专辑 竟然都是公司代表回收的 尹兰州的专辑 生气的幕盒想去找公司代表理论 却被经纪人拦下 对方为了阻止他 还拿出了他代唱的视频 让他不要找公司的麻烦 不然会把这段视频传播出去 见此幕盒只能作罢 下班回家的路上 他恰好遇见同样回家的宝洁 宝洁让他把自己的电话号 添加到紧急号码 幕盒本来没有在意地笑了笑 表示如果他在工作怎么办 但宝洁却让他不要担心 此事只要打给自己就好 殊不知这句话却让他陷入了回忆 幕盒试探性地问出同样的问题 没想到宝洁说出了 和当年记号一模一样的回答 他找到了15年前经纪公司的黄代表 请求对方帮助自己发行之前 在他公司做的唱片 黄代表同意却有一个条件 明天在自己女儿的婚礼上唱一首诸歌 但此时却是尹兰州嗓音条件最不好的时刻 于是刚当幕盒和宝洁回到家 正好看到喝醉酒的尹兰州撕碎情帖的音幕 所以在幕盒询问他发生什么事时 却遭到了兰州的埋怨 发现自己语气不对后本来想要道歉 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错 等尹兰州彻底酒醒后 想发短信道歉 又临时退缩了 但是被伤害的幕盒 却把那张撕碎的情帖重新粘连了起来 第二天更是和宝洁母亲借了一套正装要出席这场婚礼 还请宝洁给自己当一天的立功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打电话通知尹兰州自己已经来到婚礼现场 询问他不能来此唱歌吗 是他 见此幕盒说出了一个隐藏在心底的记忆 他说到自己其实是兰州姐的第一个粉丝 那是他人生最久远的记忆 五岁时他就在春森初中的礼堂 见过在领唱的兰州 那时的音乐老师其实就是黄代表 没想到这段话却打开了兰州姐的画匣子 和妻子闹到了离婚 尹兰州不想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当年对方尽心培养自己 为此不惜抛弃了家人让他出名 自己却背叛了他离开了黄代表的公司 如果现在混得好的话 帮唱倒是可以 但是现在却让他有些不敢面对 听到这些幕盒反而鼓励尹兰州 他可以帮助和声 一定会让他成为黄代表的骄傲 于是在黄代表本来以为对方不来的情况下 尹兰州来到了现场 在三人共同的合作下 他们为新人唱了一首祝歌 也因为此事 尹兰州和黄代表达成了和解 事后他向幕盒表达了歉意和感谢 就在这时宝洁跑过来询问两人事情办得怎么样 原来两人早就把找黄代表发行专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另一边的续俊代表却愤怒至极 原来之前他曾经找过黄代表谈合作事项 让他不要重新贩售之前的专辑 却遭到了拒绝 为此他只能找到自己公司的顶流明星莫难 让对方回到韩国和尹兰州打擂台 参加之前尹兰州刚刚参加过的综艺节目 等来到了夜晚 玉学外出前和弟弟打招呼 自己今晚有可能加夜班不回来 出门后正好碰见回家的沐河 于是告诉他 如果顺利的话 他有可能找到记号 沐河激动急了想让玉学带他去见一见 玉学告诉他时机未到 不过可以保证对方还是很安全的 原来这些天玉学一直跟踪者记号爸爸 不仅知道了对方要是隐藏的弟弟 还拍下了对方的值班表 这一次他冒险来到对方的家里正想一探究竟 完全不知机号的爸爸到底有多狠 只因机号小时候的发想大雄 劝他不要再找机号了 他就在对方的汽车里动了手脚 差点就让大雄当场去世 玉学来到机号爸家 竟然看到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四双形子 水杯也是四只 紧接更是看到了一张合照 上面的照片竟然是机号爸 自己宝洁和妈妈的合照 玉学有些猛了 就在这时房间里突然走进来一个人 却是宝洁 看到弟弟的突然出现 他询问自己一家三人 为什么和机号爸在一张照片 随后也明白 机号爸才是他们的父亲 同一时刻 木河也因为一句话猜测到了什么 于是在只有两人的时候 弟弟宝洁知道隐瞒不了也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年兄弟俩就经常遭到父亲的暴力对待 只闻其声 哥哥就带着机号藏在衣柜里 希望可以躲过这一劫 但是暴力的父亲还是发现了他们 还好在他准备下手时 他们的母亲突然出现阻止了他 只不过好像又多了一位被家暴的目标 而让男人如此生气的原因 只是因为在儿子的置物箱 发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 他没有询问就直接认定这事偷盗而来 就算哥哥帮他解释这事打工而来 他还是愤怒地指责儿子不要说谎话 见此机号也不隐瞒了 直接说到这是他要逃跑攒下的金钱 愤怒的父亲说到没有自己 就没有他这个人的存在 随后更是把他们想要劝架的母亲 一掌拍倒在地 紧接着抄起一旁的凳子要砸向机号 他的哥哥为了保护他挡在了身前 所以头部遭到了重击 为此也失去了记忆 听到这里的哥哥提议把父亲送进监狱 并找回两个人的名字 还要告诉木合他们已经找到机号了 但是宝杰却拒绝了 并说到一旦如此他们现在的家就毁掉了 玉学不明白什么意思 因为这里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与此同时 妈妈否认了认识机号 但是木合却感到事情没那么巧合 第二天一早 妈妈找到了宝杰 把木合询问他认不认识机号的事情说了出来 于是宝杰也说道 爸爸正在跟踪木合 反映爸爸是谁后妈妈有些站不住脚 他有些担心这个爸爸发现木合想要当歌手的事情 于是宝杰提议他们可以一起守护木合 另一边玉学单独找上了木合 骗他说已经找到了机号 为了取信他还拿出了当年机号的U盘 里面正是当年他为木合录取的面试视频 还撒谎说机号已经结婚生子 现在会在远处为他加油并不想再见面 但是木合又不是真的傻 凭直觉他就感觉到了不对 就在这时尹兰州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路 最近两人又接连上了几次音乐综艺节目 依然是木合在幕后为他代唱 出色的演出效果 加上黄代表的帮助下 他们距离2000万专辑的销量渐渐接近 却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遭到了旭俊代表的狙击 公司代表安排了顶流歌手韩莫奈和他打擂台 刚刚知道此事的木合立即和项目组进行抗议 这样不符合规则 见此手握把柄的经纪人 竟然直接拿他替唱的视频箱威胁让他不要多事 无奈的木合只能就此作罢 憋了一肚子火的木合 一脚直接把垃圾箱踢飞 都快忘了自己的力量有多大 就在这时宝洁过来想安慰他 却被木合拒绝 让他不要对自己的态度反反复复 这会让他感到一定的破误 其实他是埋怨 刚刚在项目组宝洁并没有提自己说话 殊不知宝洁也是有口难言 与此同时 尹兰州在医院做了检查 他的嗓子其实已经完全恢复 如今还唱不了高音 只能归结于心理压力过大 回到家的木合被叫到了一旁 阿姨想让他放弃成为歌手 当一名理发师 其实他是担心记号罢对他造成危险 这一幕被宝洁看在眼里 于是两人在二楼见面后 他告诉木合不要想理发师的事情 没想到就是这一句话 让木合认为宝洁一定不是记号 不久前他还在想他是不是 但是现在他很确定将宝洁肯定不是记号 宝洁也承认自己的确不是记号 但是当他转身要走时 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于是他回过身询问为什么 他解释自己只是有点好奇而已 木合说记号年少时的眼神 很坚定值得信赖 那不也就是说 他将宝洁的眼神很懦弱 让人感到不安吗 木合承认却有其事 紧接着就是对宝洁一顿疯狂的输出 说他摇摆反复的态度 让自己感到心寒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 宝洁说自己是有不得已的理由而已 与此同时 玉学在回家的路上 想起昨晚和弟弟说过的话 他们改名字好像做了不得已的事情 当年并没有法律 可以支持他们可以合法更换 所以用了一些见不得光的操作 另一边基号把拿到了大雄的行车记录 从对方的日常对话中 知道了大雄和基号还有联系的事情 第二天节目的录制现场 制作人因为突发懒尾言 所以把今天的综艺项目 交给了宝洁来完成 尹兰州也终于要和自己 一手培养出来的莫奈 还是要在电视台进行一场对决 在休息室时 作为节目的临时制作人 宝洁说到今天到场的两人 都需要现场进行清场 这句话直接激怒了莫奈 也许他也没有底气现场 真的赢得尹兰州 等对方走后 宝洁竟然对着木合几人说 让木合也不要继续代替尹兰州演唱 几人都有些惊讶 尹兰州想解释 不过话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 宝洁说如果这期尹兰州 继续获胜的话 那么他希望木合可以站上舞台 并让尹兰州在舞台上诚实地说出 最近到底是谁替他演唱